嗨,大家好,新年已经过完,今天我们来发布一款全新的产品 这款产品将会是2.5G转路由的最佳伴侣 那也就是2.5G的交换机 之前发布J4125 2.5G转路由的时候 我就说过今年将会是2.5G转路由的爆发元年 千兆的转路由在今年几乎都要停产 目前来说2.5G的转路由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都只有4个网口 4个网口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足够使用了 但是对于有线设备比较多 有多线接入分流的伙伴 那这个网口显然是不够用的 所以我们就带来了2.5G8口的交换机来弥补这个不足的情况 这样也能为我们的内网的传输速率同时达到2.5G能上升一个台阶 我们这款交换机的8个网口都是2.5G的网口 并且是带自适应的 也就是你接入千兆的设备 它就识别为千兆 如果接入的是2.5G的设备 就识别为2.5G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吧 由于我们针对的大部分都是家庭的用户 也有很多朋友是初次使用软路由 配置软路由的时候呢 大家就够学习的了 所以呢 交换机我们就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 傻瓜式的 既插既用 不用做任何的配置 也没有后台 当然作为一款交换机 它不能缺少的一个功能 就是POE的供电功能 那我们这款交换机的第一个网口呢 它是支持最大90瓦的供电 那2到8号网口呢 最大支持30瓦的供电 并且它是带智能检测供电的 也就是你参入非POE的设备 它是不会烧坏机器的 外观方面来说呢 就非常的普通了 那毕竟交换机呢 它都是在角落吃灰的一个设备 不用做的太花哨 那它的稳定性才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同时具备3KV的防雷 空气放电 ESD静电保护 等等一系列详细的专业参数 那大家可以到淘宝店的详情页去看一下 我这边呢就不一一为大家解说了 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了 那我们同时发布两款 一款是带这个POE供电的 一款是不带POE供电的 不带POE供电的售价是535元 带POE供电的呢是799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上的O码 进我的淘宝店去看一下 对了借着这个视频再说一下 之前发布的J425 2.5G 单内存插槽的 那现在呢有朋友来问 有没有双内存插槽的 那目前呢我们也出了一个 一版本的带双内存插槽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淘宝店去同时看一下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